I wanna make up righ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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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make up righ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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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大家得步一步中国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影片《局斗》 本篇讲述在十年的时间中三代四人之间的剧烈情感冲突 展现出他们各自痛苦的内心事件以及彼此之间纠葛的爱恨情仇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社会 老胡开了一家染房 身比有缺陷的他在折磨死两位太太之后 为了延续销火便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年轻女孩小菊 小菊白天在染房干活晚上便成为老胡折磨的对象 而老胡的侄子光头哥却对每天饱受摧残的小菊产生了怜悯 但他却对叔叔的暴行敢怒不敢言 终于一天清晨心疼小菊的光头哥拎着一把大刀想将老胡给杀死 但最后还是没有下手 他将刀砍在了珠子上离开了 随后光头哥便经常偷看小菊洗澡 却不知其实早被小菊发现 小菊故意将不满伤痕的身体给光头哥看 并向光头哥哭诉他受到的分人折磨 一天小菊趁老胡外出时偷偷的去光头哥房间里找他 但犹豫不觉的光头哥并没有给小菊开门 第二天小菊再次勾引光头哥 这一次光头哥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 于是两人便在染房边翻云覆雨起来 不久后小菊生下了一个男孩狗大 此时老胡欣喜若狂 他觉得自己终于有后了 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孩子其实是光头哥的 有一次老胡在外出时出了意外 导致中风下之瘫痪 当晚小菊便和光头哥两人再次约会 但第二天却被老胡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奸情 此时压抑已久的小菊索性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连儿子都是光头哥的事也说了出来 一天夜里老胡趁着两人云雨之时想将狗大弄死 但结果却被两人发现了 可是老胡仍不死心 他想放火烧死一家人 但大火最终还是被扑灭了 为了防止老胡再弄出点什么事来 光头哥把他放进一个大桶里 天天折磨他 几年过去了 一次狗大在染房边玩耍时被老胡看到 他便对狗大起了杀心 想把他推下去淹死 但狗大却无意中对老胡喊了一声爹 这可把老胡高兴坏了 于是他便带着狗大向村里的人炫耀 此时怕自己再次怀孕的小菊 向尼姑求了避孕秘方 但没想到却是辣椒面做的假药 痛苦过后竟然也令小菊无法再生育了 一天狗大在玩耍的时候 把老胡弄到了染池里 导致老胡溺水淹死 在办完丧事后 按照家族中的规矩 光头哥必须搬出染房 为了避嫌 他和小菊只能偷偷的在山里野战 但只终究抱不住火 两人的事还是在村子里传开了 弄得人尽皆知 最后连狗大也知道了这件事 虽然狗大知道了光头哥是自己的父亲 但依然还是把他赶出了染房 一天小菊和光头哥在地窖里偷情时 由于空气不足导致两人昏迷 事后被狗蛋发现 他将小菊背了出来 随后却把光头哥扔进染池里淹死了 当门声赶来的小菊看到这一切时 已经为时亦万 影片结尾 万念俱灰的小菊纵火烧掉了这个 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染房 本片的影评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有人认为 菊斗是给中国电影带来巨大荣誉的节奏 也有人认为 他刻意迎合西方的观光猎奇心理 污蔑了中国人的形象等等 总之小五人